你知道迪卢克为什么不愿意加入西风骑士团吗? 本期李秘密就给你们讲一下迪卢克的故事 迪卢克的全名为迪卢克·莱肯芬德 在很久以前他的父亲名为克利普斯 父亲这一生有两件遗憾的事 一是未能成为骑士 二是未曾获得神之眼 但是他的儿子迪卢克 战斗的天赋极佳我们先不说 他在未成年前就获得了神之眼 迪卢克这样的天赋自然就为父亲和家族给予了厚望 拥有了神之眼的迪卢克 骑士团的考验非常轻松的就通过了 就这样迪卢克顺利的成为了一名骑士 迪卢克在成为骑士不久之后 就晋升为骑兵队长 他也是至今最为年轻的骑兵队长 迪卢克在无数次的任务中 让蒙德人见识了这个红发少年的能力 信念在迪卢克的心中炽热燃烧 似乎永恒不息 此时的迪卢克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年 但是即便你有最坚定的信念 有时也会被一个刹那去改变 就在迪卢克十八岁成人里的那一天 他跟随父亲返回蒙德城 就在返回的这个期间 他们乘坐的马车被愚人众引来的魔龙乌萨 袭击了 至于迪卢克的父亲与愚人众的瓜葛 至今无人得知 我们只知道他的父亲拥有愚人众制造的血眼 事发突然 根本来不及联络西风骑士团 这个叫魔龙乌萨的魔物又空前的强大 年轻的骑兵队长束手无策 迪卢克和他的父亲也在这场遭遇战中受到了重伤 车队的众人死的死 伤的伤 痛苦的哀嚎声贯穿了整个森林 就在魔龙即将扑向迪卢克父亲的时候 迪卢克拿起了手中的长剑奋不顾身地挡下了这一击 迪卢克被魔龙巨大的冲击 震得胸口一阵翻涌 一口鲜血从嘴里喷涌而出 被挡下攻击后的魔龙看着迪卢克变得狂躁了起来 他的口中汇聚着巨大的能量对准迪卢克 就在此时在远处的父亲咬着牙 双眼发出坚毅的目光大声地朝迪卢克喊道 儿子 看好今天的父亲 这是我给你的成人礼礼物 话音刚落 这个无法当选骑士的父亲 没有神志眼的父亲 竟然爆发出了元素之灵 一只巨大的暗默色的凤凰冲向了魔龙 在此宣判 凤凰瞬间吞没了魔龙 鲜血从魔龙的鳞片中不断地渗出 巨大的疼痛让魔龙惊恐不已 转身飞向天空 仓皇而套 魔龙离开后 迪卢克看着眼前双眼泛红的父亲 他能感受到父亲被邪恶的力量侵蚀着 失去了理智 此时的父亲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 他能微弱地听到父亲嘴里说着 杀 杀了我 杀了我 此时惊恐又害怕的迪卢克 泪水洒满了那英俊的脸庞 嘴里不停地说着 不 不 不 父亲 父亲您快醒醒 就在这时 迪卢克还在尝试着唤醒父亲 没想到被邪恶力量侵蚀的父亲 朝迪卢克飞奔而来 迪卢克闭上了双眼 向父亲的方向重重地斩下了一箭 当迪卢克睁开双眼的时候 他看到了父亲双眼的红光消失了 而自己的大剑划破了他的胸膛 此时的父亲笑了笑 他颤颤巍巍地把手伸向了迪卢克 并且说道 孩子 你是父亲的骄傲 你要好好的活 活下去 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的手臂在即将碰触迪卢克的时候 整个人犹如大山坍塌 倒了下去 此时骑士团的人也赶到了这里 而迪卢克却得到了骑士团的命令 掩盖真相 理由居然是为了维护骑士团的名誉 不能向外人透露他的父亲使用了斜眼的力量 听到这个荒谬的命令时 迪卢克连辩解都没有辩解 他取下了骑士团的徽章 丢掉了身上的神之眼 抱起父亲的身体 朝酒庄的方向 走去 独自抱着父亲尸体的迪卢克 自言自语道 哼 神漠西风骑士团 可笑至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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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